印度不仅因为是文明古国之一 同时在很多国家人们的眼里一直是个奇葩的存在 不仅体现在生活当中 在其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上 同样体现的淋漓俊致 中国因为中国制造的发力逐渐崛起 一跃成为现在的超级大国之一 作为中国的邻居 曾经的亚洲霸主 印度对中国是眼红万分 随后开始学习取中国的发展 整出了印度制造计划 可惜话虎不成反类前 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印度人却纷纷表示他们胜利了 印度的阿琼坦克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乘物 作为印度研制的第一种现代化主战坦克 印度全国上下对其是充满了信心 其在1974年正式启动项目 第一辆年新车在立项十年后成功下线 但其第一辆生产型阿琼主战坦克交付给陆军 距离其项目启动已经整整过去了30年 也正因为这样 阿琼主战坦克在网络上引起人们的好奇 在美国网站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印度一直吹嘘制造技术优越 那为什么阿琼主战坦克没有大批量的生产呢 截止到目前 印度国防研究发展组织 已经研发出两款阿琼主战坦克 其主要用户印度陆军 对这些坦克似乎相当不满意 只订购了242辆阿琼坦克 其中124辆MK1 118辆MK2 连印度国防研究发展组织 对上500辆订购要求的一半都达不到 足见阿琼坦克存在的问题 就连印度陆军都嫌弃 有外国网友称 大量生产的话能卖给谁 这类世界最大陆军的中国军队 都只有8000辆坦克 阿琼坦克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一点必要都没有吧 现在印度装备的购买在俄罗斯的790和T72坦克 都比印度自研的坦克多了 还有人表示 说印度的阿琼坦克是自研 这真有点侮辱我们的智商 当中印度是联合德国等多个国家 一同合作研发的 而且这款坦克有70%的零件 都是从国外进口 这都能称为自主研发的话 真的是有点侮辱自研这个词 阿琼主战坦克 之所以没有大提量生产 有一个原因就是从2013年开始 它就因为缺少一种零件而被搁置 实际上阿琼坦克没有成功服役的主要原因是 印度陆军被主战坦克的要求不停的改变 印度国防研究发展组织 只好不停的更改设计 结果耗费了大量的生产时间 为一个主要原因是 坦克的零件未能大量国产化 感谢观看